新年快到了 家家户户贴春联 象征除旧不新 喜气洋洋 县议员余秀英服务处与新心理办公室日前邀请十多位书法家 在新心理活动中心办理现场回豪 送春联活动 一整个上午 只见乡亲都是大牌长龙 索取者十分踊跃 里长王日强感谢余秀英议员协助争取经费办理这项活动 我们一年一度 办去习春联 政赏 由我们新年立办公室 和余秀英议员 把我们政策经费回来 立办这一年一度的习春联 政赏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余秀英议员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很多新年立的这种乡亲师堂 大家早前九点就来门口拜堆 要来聘请春联 非常感谢 大家都辛苦 现场排队索取春联的乡亲相当多 气氛热闹滚 县议员余秀英 感谢书法老师们 辛苦辉豪 而新年快到了 她也特意挥写了一个福字 祝福大家数年福气满满 幸福快乐 今天在这里有赵博老师 刚才有一些书法老师 大家都很厉害来这里写春联 看人这么多 尤其是有过年的气氛 感谢我们这里的老师很辛苦来写春联 写春联的内容有美词加剧 老师有照着副画 你说我们个国家和名亲 自己个家的句子 联请老师来帮他 这过年到了 祟姆热闹一个福字 在这里很让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新年新气象 县议员余秀英希望借由送春联活动 带给家家户户 换展一新的感觉 因此自己也特意书写了一个福字献给各位乡亲 祝福大家数年福气满满 幸福美满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